而再来为了强化私部门反贪腐工作 跨域结合减证环 共同推动环境保护以及永续发展议题 霍林县政府和环保部 台湾花联地方检察署在环保局 办理了环保执法 企业诚信 公司协力保护环境座谈会 希望透过双向沟通和经验分享的方式 凝聚公司部门合作共事 建立环境保护诚信的伙伴关系 落实我国环境保护的工作 现在学校表示 近年来公务人员如何坚持操守 与民间公开透明建设地方发展 一直是被受重视的议题 霍林县政府政风单位积极推广连政重要性 从宣导影片戏剧 翻译多种演的字幕 到各社团宣导等等 以及便想采购连政服务平台 从霍林县政府开始 扩散到时尚象征势 只有坚持诚信连人的基础 政府与企业才能够永续经营 那未来我们期望 就我们跟企业 真的是可以以伙伴关系 来为花莲这边的环境 尽有配信力 那接下来会请武蔡主任检察官 会针对环境污染的形势案件 会做一些经验分享 我想这个会对于企业还有机关 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这都形势的部分会有一个底线 那这会做一个经验分享 可以让大家去了解 不要去采盘的底线 我想要采盘底线 不管对企业来讲 或者对机关来讲 都是一种伤害 那接着会请 再会应该会主席就 环保署的政统署处长 王处长 会针对国家的环境政策 会做一个说明 那说明的内容 应该也会提到 近零排放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企业来做双向的一个沟通 花林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罗清隆表示 呼吁花林企业结合循环经济模式 加强源头污染减量的工作 废水以及废弃物 依需要依法处理 若废弃物具备循环经济的价值 应优先将其回收再利用 以重新创造出新的价值 实践循环经济的精神 记得讲话 是吧 是吧